亲爱的朋友 我们都想有一个所谓的美满的家庭 我们也或许会认为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一定会有美满的家庭 可是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我们美满的家庭 就是我们在图片上所看见的 可是圣经里面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如何成为讨神喜悦的家长 身为家长 身为一个爱主的 我们相信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 神一定会祝福我们 而且祂会向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发慈爱 但是是不是这些就是物质 这个是不一定是 希伯来书新约里面 所谓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讲到信心 我们怎么样对神有信心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是我们所称为信心的英雄榜 就描述到古代的旧约里面那一些如何爱神 而且对神有极大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这一些都是家长 所以我们就看见信心的英雄榜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其实就是讲述如何成为讨神喜悦的家长 如何帮助我们也跟这一些所谓的信心的英雄 在做家长的这个职份上 得蒙神的祝福 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讲的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是这一个信心英雄榜的开始 也是告诉我们什么是讨神喜悦的家长 是的 在第十一章讲到有不同的人物 可是一半以上这些人物是我们很熟悉的 而且他们是都是做家长 可是我们比较少注意的是 他们如何在做父母亲的这一件事情上 讨神喜悦 怎么样有信心的来执行神给他们做家长的这个任务 是的 圣经里面没有美满家庭这一个字 我们不是用这个题目来说卖这个挂羊头卖狗肉 不是 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成为神所喜悦的家长 这一些西伯来书里面的家长们跟我们一样 他们不是所谓的超人 而是他们在大事小事都是在操练信心 这一些事情并不是很特别的 而是做父母亲我们都会遇见的 而且这些人圣经里面讲 他们说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 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在艰难在没有在这一个 不是说有了东西所以才有信心 而是在没有没有看见之前 他们就相信 而且他们带出来的行动决定 都讨神的喜悦 让我再多说一下 这一些他们的这些家长都好不容易得到孩子 像撒拉以撒参生的爸爸妈妈 撒木尔 他们也在艰难中养育儿女 不容易 亚伯拉罕三代是做漂流 他们受欺负 摩西的父母亲在埃及做奴隶 参生非力士人的攻击 天灾人祸 还包括 这个妓女拉荷 那更不必说了 他们在失败中仍然的是相信神 他们的孩子是不是都是天才优秀呢 不是的 甚至他们也给父母亲带来烦恼痛心 可是他们都成为神所喜悦的家长 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 让我们更多来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